公司还是比较聪明 他就是他怕有些人很邪恶 就握住这个地方 然后再喷水出来 欢迎各位来自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21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Transformers Cyberverse Ultimate Grimlock的玩具 在动画片里头 刚所来到地球的时候 是生活在恐龙时代 然后他跟一群恐龙朋友们 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之后电力用尽 醒过来的时候 靠着大黄蜂还有锋刃帮忙 恢复电力之后 短暂的上司的记忆 只有变回人形的时候 才能够想起他过去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一次的钢索 一样是力量非常强大的薄拍战士 但是在这个智商方面 在变成人的时候 还是比较有一点气势 跟G1里头Diamon那样是有个区别的 那玩具本身的话 相较于动画片里头来讲 当然是这个显然是撞得多 而且这个后面的话 是没有这么样的扁平的 不过在这个几个角度来看 还算可以 不过头的比例还是偏小了点 而且没有动画片里头 非常关键的一个王冠 这个都比较可惜一点 不过这个低龄化的玩具 就不要记掉这么多了 身上灰色的部分 都是有一点水波纹的 比较可惜可能是这一代 在动画片里头 这里经常出现特写 里头没有涂装就算了 这个细节呈现也稍微小了一点 每次我在讲到钢索的时候 我都会听到 它这个人形的肩膀里头 这个圆是非常力量的象征 这一次刻画少了也比较可惜 那多了几个 这个是像是炮弹的部分 这个炮弹的话 是两侧都有 前后都有 所以在实际上作战的时候 应该是前后都是没有死角的 那恐龙状态下的可动的话 头是只能够上下动 往下动太多的话会走光 嘴巴是可以张开 里头有一个类似可以发射火炮的细节的刻画 牙齿做的并不尖锐 然后眼睛的话是水蓝色的涂状 并不是透明部件 手的话这是一个球形关节 能动的幅度也就是360度了 关节还比较紧实一点点 腿的话这里是跟人形的手是共用的 这个往外张开的话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过渡 那手这个是人形的手臂的一个可动在这里 这个人形的拳头还可以在后面看到 那么这个后面的一个分色来讲 比较丰富 而他的这个玩具的话 有一个Cyberverse都会有一个联动 那他的联动 在人形跟龙形下都是可以玩的 那龙形下的玩法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 从这个点按下去 OK就会 这是什么 冲几步还是喷出水 还是喷出什么东西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玩具公司还是比较聪明 他就是他怕有些人很邪恶 就握住这个地方 然后再喷水出来 所以为了避免大家有这种邪恶的玩法 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喷射的这个位置 压在两次 你就这样握住 你怎么按他都喷不出来 这个果然是看透了邪恶玩家的一个想法 这确实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玩的玩具 OK吧 那我们就来进行到他的一个变形过程 这尾巴还是可以动的 那在变形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的我的习惯是把两手臂给打开 然后两个腿也打开 他这个地方 灰色部件这里 有个地方是扣进去的 这个在龙 人变成龙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去忽略到 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把它扣到这里面来 他才能够完成了一个变形 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给挑出来 两次都挑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尾部给做一个分开了 尾部可以分开 整条尾部都是给分开的 从头到尾全部都要分开 那么这个尾部的一个结合卡扣的话 是这里是有一个 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倒勾 所以在掰开的时候 要稍微有一点揉紧 虽然看上去很厚实 不过我还是去劝大家 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那这个两条腿的话就完全打开了 完全打开之后的话 这里有一个连接杆 我们就把这个上半身往上面提一点点 OK吧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下组装了 首先的话把这个腿给转正 转正 然后这个部件 往侧边就这样直接掰过来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组合一个卡扣 把它扣上去 好到这边 这里也是一样的 腿这里一样 外摆内收位置转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往侧边推出去 脚的话伸出来 到这边 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把这个脚掌给翻出来 然后呢 这块部件啊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置啊 把它给往上翻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后面这个位置啊 直接往后面翻下来 那这里有一块凸啊 这里有个凸 这块凸啊 要跟这个龙形的这个下巴啊 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地方 有个洞啊 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啊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手掌的位置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 嗯 可想而知啊 就尽量把它还原到类似像G1的那种方法 就是往上翻就可以了 那正面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变完了啊 然后手臂的话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把这个手给转出来就行了啊 这个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 但是呢 也不失有一点点小小乐趣啊 而且呢 人形呢 哎 还原度还是有一点点 还是有一点点出入了啊 但是帅气的程度还是非常的够 非常的够 从正面来看是意思是足够了啊 嗯 大小的话呢 是这个 这是一个deluxe等级 所以这个比现在的L级的玩具都还要大得多 那当然空洞的话还是会有的啊 我们翻到后面来看啊 那这个 脚的后面是完全是一个空洞啊 但是呢 啊 其他的空洞就在他身体里头 手的话都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有包的都有包起来啊 那么呢 在人形下呢 他的一个可动给各位看一下吧 首先是这个头啊 顺便看一下细节好了 头部可以转啊 胸口是薄派的标志啊 然后呢 手臂啊 这里打开之后啊 这里还有一个过渡的造型 这里有点小加分啊 然后肩上又有导弹啊 外面二头肌可以转 拳头就没有办法转动了啊 然后虽然有个洞 但是没有附带武器 那么呢 这个脚的话是往前往往这里折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 哈哈 这个侧踢啊 没有齿轮关节啊 这个都是用透明键啊 这个过渡的位置都是透明键 比较比较比较少见一点 最后的话 我们就来展示一下他的这个联动玩法 在人形下呢 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 那我的习惯呢 是会做出一个 先把这个 这个提升战斗力的动作做出来 然后呢 这个做出一个类似于半蹲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你要确定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 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样子的话呢 联动才能够正确的一个触发啊 他的一个玩法就非常简单啊 就这样子扣下来啊 有一个类似于发出冲击波的一个感觉 再给各位示范一下啊 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玩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呢 这个要做出一个类似于 这个像是一个从高空落地的一个动作啊 这样子下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扣紧 如果没有扣紧的话呢 他的一个触动呢 就会不会那么不会那么灵敏啊 OK啊 好玩吧 对不对 再试一下好了啊 这个往往这种低龄化的玩具呢 涂了就是这几几秒钟的一个乐趣啊 这里 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做出一个啊 那样的动作 你也可以这样普通的啊 从空中落下啊 踩一脚踩下去也可以啊 另外一条腿呢也是可以的 来示范一下好了啊 嗯哼 啊OK好吧 嗯 钢索恐龙王啊 就是不一样啊 恐龙王是台湾这里啊 动画在播出的时候呢 这个大红风和风呢 就是这么称呼它的 行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 OK 嗯 这一边为什么 触动啊 不是那么灵敏 好吧好吧 OK 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Cyberverse里头 Ultimate的Grimlock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